距离商王期约一千公里外的中国西南 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 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 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 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 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 也不再因商政治的辐射圈 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 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 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 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 有一种观点认为 经历了漫长的折服期后 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 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 在这一时期 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筑法和铜锡签合金技术 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 从工艺上看 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 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从形质上 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 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 除了青铜器 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 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式之作重逢时 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祭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 deba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